你探你 嗯 神奇仔 嗯 知道嗎 嗯 我不想走 星期五離開 今天是上班 最後一天才是最後一天 所以趁這天才完成所有還未完成的事 我是梁永康 今年29歲 我在香港做記者 做了六年 現在是一間報館的特派做記者 那 我即將會離開香港 因為我覺得在香港做新聞的自由 即將會愈來收愈著 那我去英國 是 重新開始 我不記得自己為何會選讀新聞 但是去到2013年 我是想做一個體育記者 但是經過2014年社會事件 我其中是被捕的一個人 我被捕的時候的指控 例如我襲擊了一個警員 那 沒有人拍到過程 但是 有人拍到我被捕的時候的經過 我事後 亦都可以在 亦都可以在 報道中可以呈現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 我覺得 希望可以 好像當時那樣 有記者幫我留下一些證據 所以我選擇了做突發組記者 平時這個時候我通常在佐敦 按叫 因為佐敦是近伊利塔坂醫院 其實香港 九龍區如果有些比較大的事故 或者比較嚴重的受傷 其實都會送去QE 所以就擺佐敦 我第一份全職的工作就是做記者 畢業之後 沒有做過其他工作 你問我 我想我只會做記者 有車 我們上這間 其實我們 太平盛世的時候 我們主要是處理一些 突發新聞 即是意外 撞車 吊樓 自殺等 一些關於罪案的警方的簡報 但是去到2019年 我的工作 多數是在前線採訪一些衝突 例如理大 20年 社會好像平靜下來 最初是強檢、撤離、封區 所以我也有去做採訪 2014年 我未入行的時候 其實見到警察和全門的關係 都開始惡化 但是去到2019年 採訪 現場採訪的自由 是愈收愈窄 可能會將你們趕去一個 根本是沒有辦法做你的工作的位置 我想我不去控訴 問題在哪一方面 但我相信問題不是在記者身上 所謂的扔磚 我們沒有所謂的搶販 這些事情 至少在前線採訪 我沒有見過人做過 到底做記者的意義和價值在哪 經過了這麼多年 看回 原來我們正在寫一個歷史 為何至少 ��營 《蘋果日報》印50萬份和印100萬份的時候 我都是用記者身份在《蘋果大樓》採訪的 我要看著五年多以來 我一起共事的《蘋果》特發行家要離開 之後立場和眾外見不戒 畢竟我們只是很真心地 很正當地從事新聞工作 我們只是記錄 我們只是告訴讀者其他人說甚麼 然後有人不被人說是煽動 顛覆政權或是煽動言論 其實我不明白我們為何做新聞會有一個感激結果 會是一年間會有這麼多 原本是新聞工作的人轉行 轉行離開就離開 甚至乎到現在自己都要離開 其實我不明白為何要離開的要是我們 我不明白我們在做的事到底有甚麼問題 strategy 有 Luxeming 製作人 AI 三上 keep 就是 醫生 我 醫生 你 也可以 Pos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先去匪姐吃幾頓食物 大王牌 要 英國沒有大生腸,沒有雞腎,沒有豬 你有那樣東西在手裡都煮不到它的味道 有的食物很疼 職業病發,這是警戒 這些私家車是銀牌車 如果它是AM牌,人人都知道它是政府車 這麼多人? 不要趕時間 什麼時候去英國? 星期五 這個你說是嗎? 很快 是呀,斬斷 那邊不回來 應該不會 不會 是呀 其實社會事件之後,英國說會有一個新的移民途徑給香港人去做的事 就是我已經有這個念頭 那時候是沒有一個很確實的日子到底是 什麼時候走啊,去哪裡啊,什麼時候走啊 直至到蘋果立場 眾新聞和其他網媒一個一個一個倒下 就選擇了盡快離開香港 有些東西買不出來,電話弄不出來 爆了螢幕,想拿去弄大 真的擠不到時間出來拿去弄 是呀,兩個禮拜 不用了,就行了 好了,順風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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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朋友買這張雞皮卡 就是在倫敦的百雅通 想不到,我會有機會先用 其實我簽證十月已經拿走了 由12月底決定離開到我離開那天 就由中間大概有兩個禮拜多一點點 這兩個禮拜我要處理很多東西 因為我沒有冬天衫 我要買很多冬天衫 我要去民政署宣誓 去拿回我的NPF 我要去清稅,我要跟公司交代 我要買很多本身不需要一次買的東西 其實都幾除了 我本身沒有自己的機 我一向都是用公司的機 所以再沒有公司機用 就要自己買一部相機 我是買不切收音咪 腳架都搞定了 這部機就是新戰友 我幫我扣了三件行李 謝謝 離開我自己出生長大工作的地方 我選擇放棄我很喜歡的工作 我要跟家人和朋友離別 來換取自由 眼見香港現在的情況 局勢只會越來越差 我不覺得我會後悔 因為是我選擇自由 自由 其實要離開出生和長大的地方 在這裡經歷了29年 不會放得下 佛局 相比起再沒有空間去說話 去想事 去堅持下去 自由是值得的 我離開香港之後 我會去中國馬遲斯特定居 遺後分辭 可能做一些比較基層的工 可能做倉 做超市 甚麼都好 因為現實 錢現實都是一個考慮 但是 我會嘗試 一路繼續 繼續做一個自由生記者 可能在歐洲 可能在英國 採訪一些不同的故事 在頂居了生活 若干年之後 我還會再讀書 再從其他途徑 看看可不可以做記者 但是言論自由 人生自由 思想自由 對我來說的價值 是高於做記者 新年派不給你 拜年 派了給你 他們沒有 恭喜發授 我希望可以帶著這六年的記憶 至少當基於新聞寫出來的歷史被散改的時候 我還可以跟其他人說回 當年是發生什麼事 為人在意地 不要喝那麼多酒 不如你 自己撿山吧 嗯 我不想走 不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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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 谢谢观看